订阅本频道,不错过任何任佳伦资讯,任佳伦是演艺圈的当红小生,参演过《通天》、《敌人节》、《青云志》、《大唐荣耀》、《美人未现》、《龙珠传奇》等影视作品,深受观众的喜爱。 在荧幕前,任佳伦以其阳光青春、帅气动感的形象,成为大众的偶像。 2017年,任佳伦官宣和女友聂欢的恋情,隔年就成为了孩子的父亲。 任佳伦为何会在男演员的黄金时期,宣布自己的婚恋,她就不怕人气和口碑跌落吗? 可即便是知道会这样,任佳伦依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,她和聂欢到底经历了什么?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? 01任佳伦,1989年出生于山东青岛的一个武术家庭,父亲是武术教练。 她的父亲是一名武术教练,这使得她从小就接触到了武术的严格训练和自律精神。 在这个家庭中,坚强和毅力是必备的品质,任何脆弱和软弱都不被容忍。 从小,任佳伦就被父母严格要求要有自律的生活习惯和坚强的心理素质。 她接受了严格的武术训练,这锻炼了她的体魄和毅力。 同时,父母对她的要求也包括学业上的优秀和自我要求的严格。 这种家庭背景为任佳伦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她从小就养成了努力奋斗和不屈不挠的品质,这对她未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在成为演员之前,任佳伦的人生经历确实是丰富多彩。 她很早就展现出体育天赋,在乒乓球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。 作为一名有潜力的运动员,她曾与乒乓球世界冠军陈梦成为队友,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和潜力。 然而,由于身体原因,任佳伦不得不无奈地退役,结束了在乒乓球领域的发展。 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失落和挫折,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追求梦想的决心。 随后,任佳伦决定前往韩国成为一名练习生,希望能够在娱乐圈实现自己的演艺梦想。 她付出了三年的时间,在国外接受训练和魔力,但却一直未能等来出道的机会。 这段期间的等待和努力对于任佳伦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考验。 她面对着竞争激烈的娱乐圈,经历了无数次的视镜和等待,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。 然而,她并没有被挫折击倒,而是坚持不懈地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任佳伦一直是一个勇于尝试和拼搏的人,她曾经从事过职业运动员的工作,也在机场工作过一段时间。 她甚至参加过选秀节目,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激情。 即使后来前往国外训练,她也没有放弃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尽管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,但任佳伦一直坚守在奋斗的道路上,不断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。 在韩国等待机会的日子里,她决定回国发展。 正好,这时电视剧《通天敌人节》正在选拔主角,而幸运的是,任佳伦被选中,成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角色。 这次机遇的到来,给了任佳伦展示自己的舞台和机会。 她在《通天敌人节》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实力,获得了观众和业内的肯定。 这部电视剧为她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,使她在演艺圈迅速展露头角。 02,在演完《通天敌人节》后,任佳伦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,希望能迅速展开演艺事业。 然而,她并没有料到电视剧的播出却面临着延迟的情况。 那一年,任佳伦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工作机会,生活变得异常困难,甚至一顿普通的饭菜对她来说都成了奢望。 在生活的压力下,任佳伦不得不向家人寻求经济支援,但她没有想到母亲的回答竟让她心如刀脚。 儿子,我们家真的没有钱了,你还要向家里要钱吗? 母亲的话深深触动了任佳伦,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依赖别人过日子,不能继续沉浸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。 因此,她下定决心改变现状,不再在乎演男一还是男二,只要有角色,她都愿意去尝试。 她开始加倍努力地挑战各种角色,锻炼自己的演技和表演能力。 虽然任佳伦面临着困境和艰辛,但她并没有放弃。 她坚信只要自己努力,坚持追逐梦想,就一定能够改变现状,创造属于自己的机遇。 在任佳伦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,聂欢成为了她最坚实的支持者和陪伴者。 他们的相识早在任佳伦参加选秀时期,当时的聂欢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演员,而任佳伦则是备受瞩目的选秀参赛者。 虽然他们在舞蹈时相遇,但那时的两人并没有太多的交集,只是泛泛之交。 然而,命运似乎有着自己的安排。 在拍摄电视剧《通天敌人节》期间,任佳伦和聂欢再次重逢,这一次的相遇却让他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。 任佳伦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敌人节,而聂欢则扮演配角冷月。 在演戏的过程中,任佳伦对聂欢格外关心和照顾,二人经常一起出去吃饭,相互之间也逐渐培养出深厚的情感。 随着剧集拍摄结束,两人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。 他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一起聚会的照片,展示彼此的幸福与快乐。 逐渐地,聂欢和任佳伦的关系由朋友发展成了恋人,他们彼此心有灵犀,相互理解和支持。 这段感情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。 在任佳伦遭遇低谷时,聂欢的陪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他给予了任佳伦无私的支持和鼓励,让他重新找到了前进的勇气和动力。 而任佳伦也深深珍惜这份感情,他在聂欢身上找到了温暖和依靠,愿意为了这段感情勇往直前。 因此,他们的感情在朝夕相处中不断加深,互相倾诉内心的喜怒哀乐,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 他们的相知相守不仅是彼此间的幸福,也成为了彼此成长和奋斗的动力。 03聂欢的选择放弃自己的演员事业,全心全意陪伴在任佳伦身边,展现了他对他的深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。 在通天敌人节未能播出的困境中,任佳伦的人生和事业都受到了重创,他陷入了困惑和挫折。 然而,聂欢始终坚定地支持他,成为他最可靠的依靠。 在那段日子里,任佳伦感到迷茫和无助,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。 但聂欢始终在他身边,给予他安慰和鼓励。 他相信自己身边这个男人有着无限的潜力和才华,相信他在未来某一天会取得成功。 这种坚定的信念和对他的支持使得任佳伦渐渐重拾自信,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。 聂欢的陪伴和支持不仅给予了任佳伦精神上的力量,也为他提供了温暖和安定的家庭环境。 他们共同度过的艰难时刻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,让他们的关系更加坚固。 聂欢的选择虽然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演员事业,但他愿意为了任佳伦的幸福和成就牺牲个人的梦想。 他的无私奉献展现了他对任佳伦的爱和支持,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牢不可破。 在彼此的陪伴下,任佳伦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动力,开始积极面对挑战,追逐自己的梦想。 他们共同经历的困境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,也坚定了共同追求幸福的决心。 2017年年初,电视剧《大唐荣耀》的播出,让任佳伦意外地成为了当年备受瞩目的国民老公。 他在剧中饰演的广平王成为了许多女生心中的理想情人,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 这突如其来的名气和粉丝群让任佳伦感到惊喜和兴奋,他难以想象自己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受欢迎。 在经历了之前的低谷之后,这种意外的成功让他重新燃起了对演艺事业的热情和信心。 这个突破性的角色使得任佳伦的演技和颜值受到广泛赞赏,他的才华和魅力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和追捧。 他不仅在剧中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,也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众多人心中的偶像。 任佳伦对于这份成功并没有骄傲自满,而是更加珍惜和努力保持自己的职业素养和形象。 他知道成功并非终点,而是新的起点,他努力为观众呈现更好的作品,不断挑战自己的演技和表现力。 这次意外的转变让任佳伦意识到,只要有机会和努力,他确实有能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并获得成功。 他开始更加坚定地走向自己的演艺道路,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。 04,随着电视剧《大唐荣耀》的热播、剧中,任佳伦饰演的角色和景田饰演的沈珍珠之间的情感纠葛,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。 随着剧情的展开,关于任佳伦和景田的CP粉也越来越多,同时,关于任佳伦的绯闻也层出不穷。 面对这样的局面,看着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女友,任佳伦做出了一个重要且勇敢的决定公布自己和聂欢的恋情。 然而,随着恋情的公开,不仅任佳伦自己的事业受到了影响,聂欢也遭受了粉丝的攻击和谩骂。 有些人认为任佳伦的行为对《大唐荣耀》和粉丝不够尊重,将聂欢视为问题的源头。 另一些人则认为,在事业如此重要的时刻公开恋情,任佳伦是一个真正的男人,也是一个好男友。 面对舆论的激烈讨论,任佳伦在刚刚起步的事业中遇到了一道难题,他的经纪公司暂时将他置于冷藏状态。 然而,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,任佳伦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内心。 也许他只是想象一直陪伴自己多年的聂欢交代,给他安全感,告诉他无论自己是默默无名还是成名,他永远都会在他身边。 正是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,任佳伦和聂欢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并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孩子。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,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温馨小家。 这一切是他们的努力和坚持的结果,也是彼此之间深厚感情的见证。 在经历了风波的平息后,2019年,任佳伦携带着电视剧《锦衣之下》再次登上迎评。 他以饰演角色路易的精彩表演彻底让人们刮目相看。 这次回归的任佳伦已经退去了曾经的青涩,展现出更加成熟和稳重的一面,让观众们对他的演技更加佩服。 与此同时,观众们也对他和聂欢之间的感情给予了坦然的接受,并纷纷送上祝福,渐渐地将聂欢称呼为欢嫂。 这个称呼代表着观众们对于两人感情的认可和喜爱。 任佳伦的再次走红并没有改变他的本质, 他始终对妻子聂欢保持着一颗专注的心,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家独自照顾孩子的聂欢,让任佳伦深感心疼。 他不仅承担起事业的压力,更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和照顾家庭。 当被记者问及如何追求女孩子时,任佳伦带着笑容回答道, 我不会撩妹啊,我的任务就是陪伴和照顾孩子。 这个幽默的回答展现出他对家庭的执着和责任感, 让人对他的为人和价值观产生更深的认同。 通过这一系列的经历和表现, 任佳伦展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和好丈夫的形象。 他的坚持和对家庭的珍视无意让人对他心生敬佩和喜爱。 05在演艺道路上经历了起伏和挫折, 任佳伦最终以才华和坚持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人生中并非一帆风顺, 但只要保持初心和努力,就能战胜困难,迎接成功的到来。 任佳伦与聂欢的感情经历了波折和外界的平易, 却依然坚守真爱,建立了属于他们的幸福小家庭。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爱情的见证,更是坚守和彼此支持的象征。 在演艺界的舞台上,任佳伦展现了他的才华和实力,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演员之一。 他以出色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赢得了观众的赞赏, 不断挑战各种类型的角色,展现出多样化的演艺魅力。 任佳伦的故事也是一个不断追求突破和成长的过程。 他始终秉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,在逆境和挫折中坚持不懈,勇敢地面对困难和压力。 他的坚毅和努力成为了他成功的关键,让他能够越过种种障碍,不断向前迈进。 而与他并肩前行的伴侣聂欢也是他人生中重要的支持和力量来源。 在聂欢的陪伴下,任佳伦得到了无尽的鼓励和支持, 他们共同面对生活的起伏和挑战,相互扶持着走过了一段段艰辛的日子。 他们的感情经受住了考验,更加坚固而美好,成为了彼此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存在。 如今,任佳伦不仅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, 他还以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关爱。 他以平时和真挚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家庭,将家庭和事业两者之间的平衡融为一体, 成为了一个充满爱和责任心的家庭支柱。 未来,我们期待着任佳伦继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, 用他的才华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作品。 同时,我们也祝愿他和聂欢的感情永远坚固和幸福, 他们的故事将继续激励着更多人追求梦想和珍惜爱情。 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不仅为自己带来了成功和幸福, 也为周围的人树立了榜样和希望。 愿他们的人生之路一直充满光辉和美好。 节目最后,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,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人家伦作品、资讯与综艺,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。